第1296集 神迹波动 三位神震惊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一年的时间 这个阴间土著已经成神 不符合常理 就这样神战爆发 扑的一声 几乎是交手的刹那 楚风手中黄金神光暴涨 第一世界 便将一位神奇的头颅 斩落下来 神剑低血 如果非要划分境界 楚风是神将极颠的存在 只差一陷就是神亡 哪怕是阳间的神 也挡不住他 一位神惊悚 转身就逃 没入混沌中 还有一位神目光闪烁 迅速的逃向相反方向 断入阴间 他压制自身境界 冲着脚 倒是就冲了过去 轰的一声 火光陶天 小猪却触手 拦阻此神 而楚风站在混沌中 直接制出武神之矛 扑的一声 将逃走向混沌中 那个神钉在那里 让他身体炸开 痴痴痴的 各种法则交织 楚风催动小六道时光树 在这片地带横扫 神光澎湃 无论是头颅落地的神 还是身体炸开的神 都可以一滴血重生 迅速的再速身体 但是现在 却摆脱不了 小六道时光树的侵蚀 他们刚刚再现出来 再速肉身 便又开始惨叫 再次被分解 真正的行神俱灭 即便他们身上有替死服也不行 因为跟楚风相差太远 哪里比得上准神王 神性颗粒蔓延 全都被楚风吸收 还有盗族物质弥满 已没入他的躯体中 成为他的大补药 让他周身神侠阴语 将他衬托得越发像个大魔王 另一边 小猪鹊与那个神开战 双方都压制在映照层次 小道士喝道 小姐姐躲开 我就为我娘报仇 看我如何跟我爹连手屠神 跟小猪鹊交手的神不屑 一个小屁大点儿 孩子也敢大言不惭 但是他也很焦虑 想要逃走 怕被楚风追击过来斩杀之 他很想掳走小道士 但是小猪鹊不给他这个机会 同时楚风也漫步过来 嗖的一声 他转身顿走 不敢立眼站 哪里走 看我翻天意 屠神 就在这时 小道士大叫 他将背在身上的石壶 直接给砸了出去 对准像从这边突围的神 瘸腿天尊发呆 而后气得想跳脚 他打野的 这还真是一对父子 这简直是 被楚风扔出去一次也就罢了 结果现在 又被这个小的当成板砖给砸出去了 又当了一回翻天意 冲过来的那个神 起初还在冷笑 带着不屑之死 还想要趁机炉走小道士呢 主动迎击过来 结果下一刻 他就悲剧了 彻底的惊悚 吐的一声 他被撞的骨断金蛇满身是血 自身四分五裂 疼 太疼了 他可是神呢 居然被撞断躯体 这是什么食材 他愤懑不已 简直是怨念滔天 他如果知道 这是一位天尊的真身 那就不会怨气冲消了 他虽然为神 但怎么能跟天尊比身体强度呢 他在那里啊啊参叫 而小道士则在那里咧嘴笑 眉开眼笑 至于石狐 则是怒不可遏 脸如黑锅底 他怨念无边 这不愧是父子 简直是一对天性一致的 王八蛋 我屠神了 一岁就将阳间的一位神奇 红成渣子 天纵神无非我莫属 小道士在那里狂笑 然而他黑宝石般的大眼 扑闪声音质嫩 实在是没法体现出神无气概 看他这么嘚瑟 在那里奸笑 石狐真是气得一佛出 是二佛生天 受不了这小贼 同样的 那位神也是心态诈力 被一个毛孩子丢石块 将身体砸短 是真的吗 他居然四分五裂 他一滴血便可以重生 神光澎湃 迅速的塑造真身 真要逞凶 结果楚风到了 一把拎住他的脖子 提进了混沌中 杨坚这位神低吼 我不服 感觉太憋屈了 被一个孩子差点干掉 他看向小道士 又看向那座石像 这是什么石料 不问清楚的话 他死不瞑目 现在 他被楚风压制的无法动弹 但还能开口说话 石狐的脸黑的发亮 被人砸出去也就罢了 这个毛神还这样助攻 说他是石材 石狐冷冽的开口 你个毛神 找死吗 无奈天尊是也 来自杨坚的神盯着石狐 仔细辨认 嘴后一声大叫 他非常惊悚 因为他认出了 这疑似真的是杨坚西年的一位 天尊 他内心惶恐 这位天尊当年失踪了 现在站在楚风这边 伟容他多想 楚风将他干掉 小六道石光树催动起来 将他轰杀 大面积的神性粒子飞出 还有丝丝盗足物质弥漫 楚风周身璀璨 如同一尊不朽的神王 屹立在混沌中 神性物质增加 越发的强大 很快他又恢复如常 带着笑容走过去 向石狐赔嘴 说熊孩子不懂事 小道士也干笑 说一时停急 见那位神奇冲过来 为了自保而忽乱扔东西 实在是没忍住 才这样下手 石狐瞪眼看向楚风 不愧是你气声的 肯定是你的种 没跑 在他看来 这对父子是天性一致 太一致了 有时候实在是缺德 楚风假装没听懂 这脸皮是相当结实 肯定是亲生的 您看 这鼻子这眼睛 跟我一样一样的倔 小道士使劲翻白眼 都不想搭理他 如果不是楚风大摸头 抢了他的黑色肤质 他应该降生在阳间才对 似乎瞪着他们父子二人 遇上这么一对奇葩父子 他真想教育一下他们 奈何 行动不便 小猪雀也很无语 看着他们三个 阴间事 大体已了结 终于斩尽这些神了 楚风轻叹 不过还不算完 从刚才死去的神的魂光中 他了解到还有应兆级 圣级进化者来自阳间 楚风说完直接消失 你们在这里等我 以他超级神奇的实力 纵横在这片宇宙中 自然是如履平地 就在当天 楚风接连十八杀 共灭掉十八股阳间人马 这震惊了整片阴间宇宙 然后有人声称看到过神战 阳间数位神奇都死了 被人收割生命 从海天族到冰神宫 再到阴间宇宙边缘 都有神陨落 可惜 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是谁所为 楚风很平静 除掉这些人后 没有任何的欣喜与激动 因为这连开尾小菜都算不上 真正的受力才刚开始 真正的高手 太武天尊 混义等人的弟子 大多在混沌宇宙中 而且 有天尊的血脉 亲临混沌宇宙 这才是他最为主要的目标 想猎杀那些天尊级存在的后裔 终要上路了 楚风看着混沌海 又看向不远处的一艘珠红色大船 他成为了无主之物 在上面 贴着一张天尊法纸 还是剩下半截 横渡过混沌雷霆海时 那法纸被毁掉了一半 若是有人动用天尊法纸杀我 石河能抵住吗 楚风瞳孔悠悠 当然这是最坏的情况 平日他会无比谨慎 同时他现在就想做下实验 小道士太息 爹 你就要离开了 我无法陪你去混沌海那边 他知道 他跟着过去的话 只能当脱油瓶 我自己上路 你们都留在这边 同时 他取出身上的一张符纸 递给石湖 要留给他去转世 至此 楚风身上一张都没有了 他抛进了大渊中一张 不知道夭夭是否还能再现 他给了小猪鹊 与小道士各一张 他们注定要转生去养捡 最后这一张 他送给石湖 不给自己留后路 想要在破败中崛起 走那条对自己来说最为残忍的道路 斩旧我 允新我 等待神态蜕变而出 然而 似乎没有接受 他很严肃于郑重 告诉楚风 天地旧路 毕竟是残缺的篇章 缺少相应的呼吸法 让楚风一定要慎重 同时 他让楚风将这张紫盈盈的符纸收起来 不管怎么说 带他上路都是一张保障 哪怕意外被杀 也不怕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